哎呀 什么你今次又被人强奸啊 那天真是没眼了 那男人仍是喜欢强奸你 又不会说你强奸一下我的了 老婆啊 他今次真的被人强奸的 别说他法侯 贱家 自俗献身 我啊 他大把男人厚我了 多少男人哄我啊 怒我啊 又不记得我和他们分 我就是守府道 知廉子 哪会像他那样不知仇啊 这是中书会自面门残后 又以尺度之议 因题材太过老少不宜甚至一度遭到封击 如今雷哥通过多处渠道 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购得资源 只为让在座老影迷们 重温那段热火朝天的记忆 影片开头便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动作戏 中书会试掩的莉莉 在回家途中遭到两个流氓轮流无辱 世妙时间过去 亦有未见的禽兽们 才肯穿上裤子欣然离去 留下莉莉一人卷缩角落暗自落泪 虽然只有短短失庙 但这却成了女人出生以来的至暗时刻 回顾莉莉的前半生 用命运多传四个字形最恰当读过 父母双亡的她 跟着哥哥一块生活 两兄妹相依为命 虽然日子艰苦却还算文心 但自从哥哥娶妻生子后 一切都变了 没有收入的莉莉 成了嫂子的眼中钉右中子 未替哥哥分担压力 还未成年的她就出身社会 找了不少兼职 今晚遭受无辱 莉莉不敢将此事告诉给大哥 默默忍认识了数月才发现怀了身影 大哥得知真相非常痛心 想要报警也为时以外 而他的妻子却在一旁 说起了风凉话 七管炎的大哥不敢插话 任由妻子拿出恶毒的语言攻击妹妹 这让莉莉本就受伤的心灵 遭受二次伤害 打掉胎儿后更是患上精神分裂症 如果不按时吃药 就会产生噩梦般的幻觉 一天晚上 莉莉受嫂子吩咐出门买菜 不知是天生吸引罪犯 还是单纯倒霉 女人又在小乡被几名狼友盯上 好在关键时刻两名男子出手 相就打退匪徒 他们是隔壁武馆的教练小强与阿勇 莉莉受到过度惊吓 至少无法开口 善良的小强不过阿勇 劝阻将其收留 匆忙间莉莉得要不慎落下 出现了被匪徒侮辱的幻觉 动静声引来隔壁小强 不想莉莉却将他误认成了匪徒 不让对方靠近 随后开始大吼大叫 好些美好报的小强一肚子怒气 让莉莉站住一晚 第二天便让其收拾行李离开 女人恢复意识低头向男人道歉 她不想再回大哥的家受嫂子的气 请求男人无论如何再多收留几天 善良的小强没能磨过莉莉只好答应 没想到几天接触下来 双方渐渐心生好感 察觉到莉莉极度自卑 似乎心里有障碍 小强鼓励她到户外接触大众 并打扮成小丑都对方开心 和小强在一起的日子 莉莉迎来了久违的快乐 然而好景不长 一次给小强送饭途中 好色的阿勇盯上了莉莉 熟悉港片的朋友都知道 这家伙在电影里就从来没当过好人 虽然已经成婚 但仍爱沾话惹草 即便是好兄弟的女人 阿勇也不打算放过 趁小强不再来到厕所偷窥莉莉 让莉莉联想到了那碗匪徒 回到小强公寓 没有药物治疗的她 又出现了幻觉 小强听闻动静走来 结果再次被认作匪徒打伤 事到如今终于忍无可忍 一怒之下不再给女人机会 让其收拾行李明天就滚蛋 莉莉清醒过来万分后悔 等到第二天 心生愧疚的她等小强走后 开始打扫房间 想一次挽回对方的心 收拾完毕后洗了个热水澡 期待小强回来 由此刻见女人已把这里 当作了真正的家 想到这里人不禁回忆起来 住在大哥家的画面 莉莉在外面被人侵犯 回到家里不禁得不到慰藉 还要受到嫂子的二子羞 由此可见她的前半生 过得有多么凄凉 好在如今有了第二个家 不用再受困扰 这时门铃响起 女人以为是小强回来 结果打开门竟是阿勇 后者从面下来看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刚洗完澡的莉莉 不时发出阵阵体香 阿勇闻后虎去一阵 将所谓的朋友妻 不可气泡之脑后 安倒女人开始霸王硬上弓 柔弱的莉莉被打晕后 倒在床上受尽屈了 三十秒过后 精疲力尽的阿勇 才缓缓穿上裤子甩卖而去 留下莉莉醒来独自悲伤 事后回到大哥家里 莉莉将刚才遭遇说出 称自己被义无管教练无辱 大哥一听火冒三丈准备报警 结果被旁边的老婆拦下 在后者眼力 丈夫的妹妹就是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是攀附在丈夫身上的吸血虫 遭到嫂子连番羞了 伤心欲绝的莉莉 只能躲进厕所哭泣 时间来到深夜 女人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脑中不断闪现白天被阿勇压着的情景 担忧过度甚至产生了堕胎的幻觉 担心怀上孩子的莉莉 来到厕所用力洗着身子 似乎要将皮肉也一块洗掉 膀胱爆炸的嫂子半夜起床 发现厕所被战 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阵吐骂 莉莉情绪失控病情加重 低头一看 一个血淋淋的婴儿 忽然从下体窜了出来 而嫂子歹毒的模样 也出现在了镜子里 莉莉愤怒至于一拳将其打碎 拾起破碎的玻璃想要一了百了 好在大哥及时闯入将她救下 但是即便到了这种地步 嫂子还是一个就爱的鼠罗莉莉 称她假装自尽 只是为了骗取同情罢 莉莉实在忍受不了夺闷而去 大哥想追又被妻子拦下 一看枕边人居然恶毒到了如此地步 当了几十年七管炎的大哥 终于忍不住爆发 站着干什么啊 还不快点翻 你打我 你 打你又如何 坐下 然而大哥醒悟的还是迟了一点 等她缓过神来 妹妹已然不见 独自一人走在打街上 堪称狼友吸引气的莉莉 又被两个混混盯上 这次女人没有反抗 而是迎合两人 但要与她打牌有个要求 那就是暴走武馆较脸阿勇一顿 三人达成协议来到武馆附近 这时阿勇刚好下班 打算和一美女去酒店玩把扑克 两个混混见到目标出现果断现身 但阿勇始终是武馆较力 三拳两脚便将两人打得屁滚妙容 莉莉见状一记不成再是一记 打听到阿勇家中有意怀孕妻子小红 便一直尾随对方寻找机会 行动不便的小红过马路遭遇危险 莉莉看准时机将其救下 为了感谢救命之恩 小红请她家中做客 闲聊中得知莉莉无家可归 善良的小红便让女人暂住家里 由此一来莉莉顺利潜了阿勇的家 下班回来看到莉莉 阿勇假装不认识女人 也不反对妻子收留对方 她也挺想知道莉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在三人共处一室的这段时间 莉莉没有表现出什么坏心思 反而多次趁着小红出去买菜之际 主动勾搭阿勇 免费送上门的服务男人没理由拒绝 久而久之渐渐对女人放下了戒备 然而莉莉来到此地 肯定不是想当什么第三者 她曾被眼前男人疯狂蹂躏 心中怨恨可想而知 但这混蛋乃是无管教练 她一个弱女子 根本没有什么机会 仇恨冲昏了女人的头脑 转而竟将报复目光 投在了阿勇妻子小红身上 阿勇这家伙在电影里 就没当过什么好人 这次在本片中当然也不例外 妻子怀孕让她近期无法探讨生物知识 久而久之导致火气溢了出来 好在莉莉的出现 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 每次趁着妻子外出 都能偷偷饱餐一顿 但阿勇不知道的是 莉莉进入她的家里 不是想做慈善 而是对之前阿勇的霸王 硬上弓进行报复 看到怀孕的小红 每天都在暗室吃药 莉莉假意好心充当起了保姆角色 照顾对方 每次会在水里放下少量毒药 慢慢蚕食女人 渐渐的小红身体变得衰弱 曾一度怀疑是不是吃错了药 但考虑到莉莉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所以单纯的她也没有多想 与此同时 小强这边已经找了莉莉数天 即便之前有过误会 但她仍心系对方 好在两人有缘一天在街上撞见 但莉莉却假装不认识 匆匆跑开 小强捡到了女人掉落的纸片 纸片是莉莉大哥放在妹妹身上 为的就是遇到紧急状况能用得到 小强这才知道 莉莉居然患有精神疾病 难怪之前会有多次反常举动 根据纸片信息来到莉莉大哥的家 后者让妻子给客人蹲场 结果发现茶水居然是冷的 有了上次教训 莉莉的嫂子俨然换了一人 由此可见有些人真的是不打不识想 聊天中小强自称是隔壁武馆教练 询问大哥是否知道莉莉去了哪里 随着大哥一听小强是武馆教练 便将其一顿暴走 原来之前莉莉称自己被遗教练无路 这让大哥起了误会 双方把话说明后 小强猜到一切都是好兄弟阿勇搞的鬼 说把转头赶往对方家中 同一时间 莉莉还在不停给小红下药 后者病情发作疼的大叫起来 不停呼唤莉莉的名字 后者来到客厅 将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 防止一时心软屈救对方 这时小强找上面来询问真相 屋内传来的惨叫 让她起了疑心 打开门看到了晕倒的小红 好在送一集时 女人和肚里孩子相安无事 事到如今莉莉只好将一切坦白 小强听后表示复仇之心刻意理解 但罪魁祸首不是小红而是阿勇 此事不应该牵扯到无辜的人 莉莉也觉得自己做错 说把两人打算先回家再说 随着女人却趁机将小强打晕 原来使莉莉病情再次发作 她骨子里其实最仇视的不是侵犯过她的匪徒 而是一只喋喋不休羞辱她的嫂子 精神混乱之下 将病床上的小红与怀孕的嫂子认作同一人 想到这就要对其动手 恰巧这时小红醒来 她还以为自己是被莉莉送到医院 短短时间被对方救了两次 小红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甚至打算让肚里的孩子提前任莉莉做干嘛 回忆这几天与小红相处的日子 莉莉甚至此人和她丈夫阿勇 性格竟然相反非常善良 小强说的没错 报仇的确不该牵扯到无辜的人 想通了的莉莉收起背后毒针 让小红好好休息随后离开房间 回到阿勇家里收拾行李想要走人 结果阿勇此时刚好回来 莉莉将小红入院的消息告知 可这个阿勇根本不关心病床上的气氧 只想与莉莉打最后一把扑克 简要时刻小强赶到 但她打不开房门 只能眼睁睁看着莉莉备用 十秒时间过去阿勇完事 嚣张的她开门让小强继续接力 阿勇为自己的狂妄 付出了惨痛代价 在怒火加持下 小强已不再是那个斯文小鬼 武力城被增长的她几招打倒了阿勇 但途中还是被偷袭差点丧命 最终在莉莉联手帮助下 给干掉对方 影片以较为圆满的方式结尾